王翠瑜雙隔三年再拍劇 在無線台興劇《黑色月光》裏面 演避姦後患有嚴重焦慮症的角色 還一直以為當初是慘遭馬冠冬的毒手 所以找機會向對方報復 目露空光兼淚崩的他,拿著刀插向對方 幾分鐘的氣由無助變凶狠 令人不寒而慮 難怪演技得到網民激讚 由於黑色月光率先在內地推出 翠瑜這場重頭戲早就在網絡引起熱話 他受訪時就說 今次最難忘是有大量的哭氣 還說開拍前友做功課 找了焦慮症和創傷後遺症的故事 漸漸發現原來自己也有過一段這樣的時光 今次透過演戲也在治療自己